大家好,这是王狗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关于一起真实的心灵团体的虐杀案 2013年的彰化 有一处看上去十分气派的洋楼 但其气派的外表下 却隐藏着一个善于操控人心的心灵团体 日月民工 日月民工的背景就相当于我们现代所常常提到的心灵团体 也是广泛定义的邪教 有人会想,不过不就是去参加活动聊聊天吗? 应该只有定力不足的人才会被骗去洗脑吧? 如果你正巧有以上的想法 那你或许可以听听看这个真实发生的故事 2013年5月18日 鹿港高中的辅导室 这天接到了一通寻常的请假电话 你好,这里是鹿港高中辅导师,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我是黄芬雀,詹纯玉的母亲 我儿子得了流感,需要两周的长假来调养 辅导老师一边登记学生的资料 一边客气的询问 哦?郁纯怎么了吗? 如果需要学校的协助,随时告诉我们哦 谢谢你的关心,但我会亲自照顾他的 语气听上去异常决绝,似乎不愿多说任何细节 老师心里虽有疑惑,但也没有深究 毕竟这样的请假理由在他日常的情况中并不少见 然而谁也没想到 这通再频繁不过的请假电话 并成了揭开整起心灵团体阴暗秘密的序章 时间2013年6月5日 这天是一个普通的夜晚,医院里灯火通明 医护人员正忙碌的在病床间穿梭 稀微长地处理各种突发状况 然而当晚,一名叫詹纯玉的高中生 被紧急推入急诊室内 她的状态迷流,身后还紧跟着两名女子 詹纯玉的妈妈黄芬雀 以及陪同的日月民工成员许爱珍 急诊的护士立刻上前接床,低头一看 发现詹纯玉,面容苍白,使之瘦骨凌循 身体遍布着,瘀青与伤痕 看着这样的情况 医护人员一边忙碌着抢救詹纯玉的同时 也一边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结果徐爱珍只说 我没有尝试阻止她,但她毒瘾发作 精神错了一直撞墙,才会导致这样的后果 听到这样的理由,院方人员并不相信 但还是持续的进行急救的尝试 果不其然一小时后 詹纯玉的生命还是不可逆的消失了 看着过世的詹姓少年 吸毒暴毙,医生皱着眉头 难以置信的想着 吸毒怎么会导致如此严重的身体损伤 这名少年到底是经历了什么样的折磨 于是在这样的合理怀疑下 院方便赶紧通报了彰化室的警察局 在彰化室警察局内,时任彰化警分局队长的许忠燕 分别对黄昏雀及徐哀珍进行了调查问话 老实说,你儿子是怎么走的? 都怪我管教武方 他在外面学坏了 毒品稀释成瘾 这天瘾头发作 才会精神错乱开始撞墙 我们也阻止不了他啊 那你们是怎么来医院的? 为什么不叫救护车? 因为我们住在彰化的大族 可是医院离这里有段距离 我们怕耽误所以赶快开着小客车过来了 此时如果你是警方 你能够发现这段对话里的蛛石马迹吗? 好家在许忠燕金燕老道 立刻从这场谈话中发现了一丝端倪 他心想,詹姓少年家住在彰化的大族社区内 按理来说应该会送至较劲的彰化基督教医院 或者是秀传医院,怎么会舍尽求院跑来中山医呢? 于是聪明的许忠燕灵机一动 马上对许爱珍说 你马上告诉我你们详细的就医路线 我一定会去掉监视器来看 如果你说的与事实有任何的不符 我一定会侦办你 详细的讲清楚路线是如何 我说你所讲的,我一定会掉监视器来做求证 如果不是你所讲的,那我会办你 这个时候许爱珍吓了一跳 他整个脸色就变了 接着马上坦言 其实,詹纯玉是在墨园里面暴毙死亡的 事情发展到这里,整体都还是很玄 为什么黄雀芬身为母亲 却要隐瞒儿子的死亡真相? 几天后,詹纯玉的验尸报告出炉 报告里写道 头肩有捆绑痕跡,肝脏萎缩,横纹肌溶解 种种的迹象都指向了他杀的可能性 警方也在这几天的侦办过程中 询问了詹纯玉的姐姐及爸爸 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回答 他的姐姐詹纯玉说 母亲本是勤劳的人 但从我高二开始 好几次放学回家看到他只躺在沙发上睡觉 到了也不理人,好像魂飞走了一样 妈妈都是因为加入日月明宫后开始变成这样 现在的我真的不懂妈妈在想什么 说真的,我心里只有恨 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弄死他们 觉得跟弟弟死亡有关的 包括妈妈,都是我的敌人 而詹姓少年的爸爸,詹纯雄也接受警方的讯问说道 好几次把钱交给他,一个母亲 却没法保护自己海主的生命 没做母亲的资格 我没法再向他继续下去 也没法完留他 他竟然说日月明宫让他变成的字在拐 经过这样一番问答 警方才知道原来父母们都对黄雀粉有所不满 尤其是在他加入了日月明宫之后 因此警方很快就调查起了日月明宫所在的这座羊楼 后园 母方到场后发现这座羊楼的外观气派 但大门深锁着 小组队长医生下令后,调查小组迅速突破 进入这座阴森的建筑 但首先映入眼帘的 却令原警们十分的不安 入口处的楼梯上贴着一张红底白字的大标语 上面写着 祝你健康 随着跨越楼梯在深入之内 更是有陡大的字样形 在墙壁上写着 志月明宫最好,自己最好 以前的这幕景象仿佛来到了什么邪教的基地 警方便开始盘扎起了每一位成员 询问任何有关的细节 但是呢 每一位成员都异常的团结 口供非常的一致 不禁让许忠晏一行人猜测 这里背后到底是谁在主导 还是这些人被什么神秘力量给操纵着 令人毛骨悚然 随后警方就在其他的房间里 看见了一些年纪较小的学生 许忠晏立马认为 却小孩子不会说谎 所以就上前对小孩子进行了问话 中有发现有大概六七位的学生 在那边拍牌座 在那边读书 学生不会讲谎话 都有具体的谈到说自己受虐的状况 被施暴的状况 还有有人有看到 战存率是如何 遭受到这个虐打 而且还有其他的小孩说 里面有一位教主 名叫陈巧明 陈巧明逼大家尊称自己为SUNSHIRE 只有SUNSHIRE说的话就是圣子 如果有做任何不合SUNSHIRE心意的事 就会被罚邪毁过书 甚至是被提罚 说到这 事情已经有一个大概的脉络了 不过还是有些让人不解的地方 假若真的是虐待 那身为母亲的黄雀芬 不是应该要阻止吗 而且这群人又是什么样的背景 为何要下如此的重手 彰化地方检察署的检察官 李秀玲的报告也写道 这一起命案在场的日月民工成员 有许多都是社会的高知识分子 教师、医生、建筑师、资讯工程师等等 一群不像是变态的人 却在墨园里做着极其变态的事情 这里到底藏有什么样的秘密 而陈巧明又是什么样的人物 一切都要从日月民工的背景开始说起 日月民工的创办人是陈巧 他起初是巧明武艺的舞蹈教师老师 随着时间推移 开始会在课程中加入灵修与心灵进化 累积了一些忠实学员后 便在2005年撤销舞蹈班的立案 转型为灵修团体日月民工 而团体的基地就在彰化县 和梅镇的墨园 墨园是他的祖父 陈虚谷留下来的遗产 陈巧明会透过所谓的进化 对学约进行精神式的洗脑 声称只要加入日月民工 人生就会越来越好 陈巧明会准备两包一样包装未开封的糖果 请新来的学员先吃其中一包 记住这个味道之后 再让他吃另外一包 而那一包吃起来就会格外的甜 还有他会把他们平常阅读的书籍打开 请新学员把手放上去 再问他有没有感觉到热热的 并说因为书中有能量 他们就是以这种类似魔术般的手法 骗取了新学员的信任 真的非常像我看过之前邪教纪录片的一些过程 接着再声称为了他们好 建议他们在日月民工里面修炼 可以保证身体健康 这边就变成了那些妇女心灵上的避难所 整个日月民工在鼎盛期 甚至有超过200位以上的学员 而另一方面 其实像日月民工这类邪教团体的存在 也足以显现了台湾的文化架构 无法自身其某些市井小民遇到难题所呼救的需要 而在日月民工处处都贴着一行话 就是日月民工最好 自己最好 但讽识的是 一旦只要学员做了一点点的措施 陈巧明便会指责他们不好 包括自己的思想与陈巧明相左 没有尊称陈巧明为Sunshine 陈巧明便会对其开始所谓的 进化 首先他会要求受罚者禁食 连续三天只会给一颗馒头 及一瓶宝特瓶大小的水 他声称这是克制欲望 迈向灵性成长的进化过程 接着他会带领这些哀了的受罚者 进行教义冥想 趁其虚弱的状态 对他进行一些言语催眠 告诉这些受罚者 他已经感知到他们的罪恶以及负能量 唯有经过他的灵修课程 才能摆脱罪孽 达到灵魂的纯净 而最后对着受罚者进行处罚 包括用水管鞭打 散耳光 拉头发等等 若受罚者有其他的亲属也在日月明宫里修炼 也会被大家一起责难 因此日月明宫内没有任何人敢违背陈巧明 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向他报告 在陈巧明这样精心设计的洗脑式框架下 这些教徒们对自我感到怀疑 认为只有陈巧明说的话才是对的 而自己什么都不是 大家其实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陈巧明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 趁你需要的时候给你帮助 接着再对你进行批判 让你产生自我怀疑 让你想要追求改变 进而去信服他 陈巧明真的可谓是宗教版的PUA大师 不过好在里面还是有一些 没有完全被洗脑的信徒 当真相151时的告诉了警方 并且有目睹詹纯玉被殴打的人 告诉了警方 其实詹纯玉并没有吸毒 他是在被一群大人的威胁下 强迫承认吸毒的 甚至在詹纯玉精神不济 尿液出现深褐色的反应时 也有教徒问要不要把他送医 但是陈巧明却冷冷的说不用 因而耽误了詹纯玉黄金的抢救时期 随着对莫元的调查结束后 争相逐渐曝光 警方最终逮捕了陈巧明8名核心成员 而在面对警方的质疑时 陈巧明依然显得冷静 坚称自己一切都是清白的 为什么要叫人家拿水管抽他 没有 你为什么要逼他 我没有这样做 我会证明我的清白 而在陈巧明被抓后 多数成员也突然清醒 更知道自己当初有多么的愚蠢 妈黄芬却也随之醒悟 狱中服刑四年六个月 并接触了烹调之后 得到了心灵上的安稳 出狱后 她的女儿 詹纯玉的姐姐 也在媒体受访时说到 那个曾经的妈妈 终于回来了 听完这个悬案之后 让我了解到 其实有的人 他们会进入那个环境 遭受这样子不公平的对待 并不是他们愚蠢 毕竟我们不了解 他们的生活环境 不能忘对他们下定论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他们对原有生活上 产生了某一些的不满 而这个不满 没有地方可以去解决 所以转而寄托到了 类似这样子的心理团体身上 尤其是里面说到那个 妈妈怕小孩学坏的状况 我真的是能够感同身手 设想一下 今天如果你是一位妈妈 你需要工作 没有多余的时间陪伴小孩 你担心小孩一个人在外面 没有人教会学坏 暗夫又没办法给你支援 那确实就只能从外界 来寻求一些慰藉跟帮助 尤其像在面对陈巧明这样子 妖言惑众的老狐狸 某一些单纯的妇女 真的很有可能会被欺骗 只能说人都有糊涂被骗的时候 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去控制他们 但最重要的是 自己千万不要变成了那个加害者 如果真的不小心掉进了那样的圈套 也要时刻的提醒自己 懂得断舍离 不要因为投入下去的成本 而去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 并且时常透过历史借禁 让自己学习明辨是非的能力 OK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 如果喜欢我的图频频道的话 可以帮我订阅分享喜欢 谢谢啦 我是王狗 那我们下次见啦